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协宴 我是你们的授课老师邱宇 很高兴大家收看我的教学视频 上节课我们已经学习了 倡议图形设计灵感的主要来源 那这节课我要给大家讲的是 创意图形设计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在设计创意图形的时候 怎么去合成一些素材 那我们看到今天的课程目录 创意图形设计素材的收集和合成 那我们看到 之前已经有讲过一个图形的合成 那这个素材合成其实也差不多 那主要就是分成四个步骤 首先还是一样 就是要理解 先理解我们的那个构思方案 就是一个设计草图 然后根据草图 接下来是去收集素材 然后是对素材一个处理 最后是把这个多个素材 合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素材 那我们看到第一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理解严肃 那这是一个草图 这是我画的一个草图 我是要合成一个太空中一个人 站在太空星球上遥望地球的一个场景 那我首先是画了一个太空的地平线 还有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 然后这是一个地球 这边是太空 那这里呢就草图上就出现了几个关键词 一个是地球 一个是太空 还有一个是人 还有星球 那这个人呢就是我们要构思一下这个人的姿态是什么样的 我们就去找一下这个什么样的人 对应的人 那我的构思是一个人 一个拉小提琴的一个女孩 那接下来的步骤就是去网上收集一些素材 那我们直接从浏览器里面打开北都搜索引擎 比如在输入框里面输入地球 输入地球之后呢 那我就得到了一些这些素材 那我寻找到一个素材 地球的这个 我就把它下载下来 在这里搜索素材的时候 我要给大家提供一个诀窍 就是我们在输入关键词的时候 这个关键词 关键词越短的话 那我们所找到的素材就是越广泛 那关键词越长的话 那就找到的素材就会比较准确 但是可能得到的素材会比较少 比如我们可以说地球改成星球 地球摄影 地球太空图 或者地球前景图 可以换成这些关键词去搜索 正不停的搜索呢 我们就能找到最理想的一张素材 那接下来我是找到了这几张素材 我是找到了这几张素材 地球还有一个女孩 和这个 这个关键词我用的是干旱 主要是为了做一个星球颓废的一个 荒芜能烟的一个效果 那第三个步骤是我们要对这个素材进行处理 我们看到我把地球是把它扣出来 还有那个女孩也要扣出来 那这些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呢 那我们就直接可以打开PS 开始去合成这个素材了 那这里首先 首先我是利用一个渐变 我是先填充了一个黑色 因为太空中一般是比较黑暗的 就是平常是看不到多少光的 那然后我在这里加了一个光阴 一个光阴的效果 就是大家可以直接填充一个 透明度比较低的一个色彩 我选择的是一个浅蓝色 那这个颜色弄好之后呢 那我接下来就是要做一个那个 星球 就是太空中一个星球地平线的一个效果 我们看到这个 我把它放大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其实我是利用钢笔工具 直接这样子画完的一个符形 然后把它填充成一个色彩 然后我把这个找到的这个素材 我们看到这个素材 这个纹理我把它叠加过来了 叠加之后这里是呈现出这种 干裂的这种效果 没有水分 好那这个合成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女孩放过来 这个女孩是已经扣好了 然后我可以把它缩小 把它缩小放到一个合理的位置 那这里呢 我们就跳过这个细节 我把最终这个女孩的这个效果 放过来 因为光线比较少 所以它是看到一个背影 那背后是没有被光照的 所以就只有一个剪影 然后我把这个复制一层 把它反向过来 添加了一个投影 那光源就是从这里 太空这边照射过来 那形成了一个投影 这个投影呢 大家要稍微的模糊一下 因为投影是没有这么清晰的 那好这个女孩呢 是已经是弄好了 那这个弄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之前的那个素材 那个地球放过来 我们看到地球一开始是 我是抠出来的地球是正直的 这个形状的 一个圆形的 然后我们要调整一下它的大小 调整一下它大小 感觉合适 然后这边不透光呢 然后这个地球我是给它增加了一个门板 大家从这里增加一个门板 给它增加一个门板 这个门板增加好了 然后我把这个不透光的这一部分 把它擦掉 因为这边比较暗 然后这个黑暗面跟太空的颜色 应该是融为一体的 所以我就把地球的这一部分给擦掉了 这样显得有一点神秘感 然后这个光源我们要把它 拖下来一点 好 那接下来的步骤就是要给这个太空增加那个星光 这些星光大家可以用这个画笔工具 新建一个图层 用画笔工具任意的去用白色 用不是很高的这个白色去 去点击去产生这个星光 可以利用小括号键 放大和缩小这些 这些星点 当然最后我们还可以通过调整它的透明度 来让它更有一个真实性 更符合 更符合这个场景 那好那这些好了之后 那最后就是只要把文字 把文字打上去 那我们看到最后一张这个效果图 这个太空的素材 这个效果图就已经是 基本上合成好了 大家只要细节上再做一个调整 那这个素材就有一点 有一点梦幻的味道 也有一点 就是好像一个人单独在一个星球上 遥望地球的这一种意境 那这样子就已经是出来了 那我们看到这个最终效果 最终效果是这一张 那这个素材是已经合成好了 那大家可以学习这个方式 去做其他的一些素材的合成 那最后给大家布置一个卓页 我这里有两张素材 左边这个大家都认识 它是林志宜 然后我找了一个 跟它这个脸角度差不多的一个模特 就是眼镜模特 那大家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眼镜 把这个眼镜带到它这里 大家可以把这个眼镜抠出来 然后匹配一下这个位置 要注意一下这个眼镜 戴上去之后的这个投影的效果 大家一定要处理好 还有颜色和明度的处理要处理好 不然会出现一个不真实的效果 那素材的合成方式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